华联第一信用合作社29号捐赠了20包总计400公斤的白米要给华联市公所 希望能够透过食物银行的平台将物资提供给更多需要的弱势族群 而市长魏嘉燕也特别颁发感谢壮 要肯定在地信用合作社善尽社会回馈责任 更是地方金融机构的表率 华联第一信用合作社理事主席吴东明 协同总经理吴耀辉及经理黄正义在29号到访华联市公所 捐赠了20包总计400公斤的白米 希望能透过食物银行的平台将物资提供给更多需要的弱势族群 本社创立105年取之于社会用之于社会 本社今年度的纪念品正好发放米 也希望借由米的捐赠20箱捐给市公所 照顾弱势团体 华联市长魏嘉燕与舌劳客长小子卫 也出席受证 并向华联一信表达感谢 并致政感谢壮 那真的非常感谢我们华联一信 在地的一个企业的一个捐赠 那也希望华联 我们华联市我们所有的一些企业 都能够一起来捐赠 让我们帮助弱势 让我们一起让弱势更好 魏嘉燕表示 食物银行一直是弱势或遭逢意外 而面临困境的家庭 领取民生物资的补充站 除了让物资与爱心发挥最大效益 也让有需求的民众 能够及时解决五米支吹的问题 而他也强调 森林物资不限涉及地 只要有困难 都可以到爱花莲食物银行森林 记者 徐丽晴 华联市报导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